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星跨界上演 风格迥异的说学逗唱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 欢乐喜剧会 装修是2005年央视春晚上的一部小品 作品内容贴近百姓生活 风格朴实 又不是艺术戏 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 这部经典作品被重新演绎 主持人方琼 化身方大锤 与乐战御勇的评委祖海 耿维华 姜涛 横月 组成了全新组合 这些我们熟悉的面孔 在舞台上又将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干嘛呢 那个东风图呢 哦 图 就这 一二三 一二 这个这个这个 就这 是那个吧 这个 把这个打通 打通 打通 小笑给我 哎 你看着点人呢 哎呀 那个 你再把我订墙上 行行 我知道了 哎 等会儿 我换个地方 这呢 咋吧 哎呀 你这是猪八戒 抡耙子 前后都倒霉呀 你看着点啊 没伤着吧 头 伤是没伤着 我躲你远点 哎呀 行 打吧 搞定 这怎么强杂的 我还有点想妈了呢 你们认不认识我 我脚更为花 你好 你好 你放下那大锤子 我看着害怕 你们俩的那个装修图 是不是有偏差 这股墙的那边 是我和我妈 啊 什么都咋坏了 啊 我妈都下雨了 你们俩今天不该说话 咱就烧尽 唱 唱得真好 好什么好 砸错了 谁砸的 谁砸的我家墙 我砸的 你们说怎么办吧 墙给您弃上 沙发钱我们投出 那我妈还晕着呢 哎呦 算了 他们也不是故意的 气上就得了 哼 要不是有人为你们说情 饶不了你们 哎 刚才说话的那是谁啊 啊 说个人就是娘 啊 说个人就是妈 啊 说个人 哎呀 这个歌唱家就是不一样啊 唱着歌就把事说明白了 唱得真好 方大锤 怎么回事 砸错了 这不都怪你吗 是你让我砸的吧 你把那图纸让我看看 你看看嘛 我这明明要砸的是这堵墙啊 这个 就是那个 起开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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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没错 搞定 我估计是又错了 大气超菜少 真准备做歌餐 觉得隔壁装修 声音有点怪 那风景还挺大 我估计是嘉宾 你为你怎么做的 这个 这个 这 我估计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看见没有啊 我瞬间给你解决了两起经济纠纷 对 你要不砸错墙 压根就没有经济纠纷 我让你上这儿抡大锤是给我致富来了 你这两锤子下去 他们都富了 好 就剩这两堵墙了 肯定是这个没错 你最好找准一点 二选一吗 就是这个 等一下 你要干什么呀 我怕你万一再砸出个艺术家来 我没有准备 净整的没用的 搞定 赢了 茫然间就听见了 有人砸枪面 飞出来一个板砖 板砖飞到我面前 砸成了什么样 你自己看 今天要是没说法 咱们就不算完 只要你的嘴里胆杆交变 打嘴巴 磕劲儿伤 保证你找不着脸 找不着脸 女壮士 莫非您就是活出个样来给自己看的横月老师 你别过得整那些没用的 你们砸墙把人砸伤了没看见吗 我们赔 我们赔您钱 赔您医药费 啥都别说了 气球 他赔钱 态度还不错 主要是被您震撼到 我现在回去等着 我看你们俩能不能把这处理明白了 如果处理不明白 我大嘴巴子把你脸抽飞 我信 我信 我信您有这样的实力 方大锤 你一锤子给我砸出个艺术家来 一锤子砸出个艺术家来 你不是砸墙来了 你上这点歌来了 头儿 这几个可都是大腕儿 你要是花钱请人家唱歌 就你花那点钱 你占大便宜了你 你活得很乐观呢 来 就剩最后一堵墙了 你来帮我猜一猜 下一位出场嘉宾是谁 不能够 三堵墙都砸错了 这一堵谁都出不来了 来 搞掉 来 我把那砖给那三家砌上去 干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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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刚手势弯 我正扫毁呢 好嘛 一个大腿轮过来了 先给我躲着鸡 要不然我这个像 可就破了下了 你们说怎么办吧 我赔您钱 我现在就把墙给您砌上 等会儿 我先过去 方大锤 你是一锤子给我砸出一位来 一锤子给我砸出一位来 你给我砸出一个 越战越勇的评委戏一样 这不怪我呀 这四土墙 这 我看你这图砸的吗 我是看你这图砸的 对 哎呀妈呀 哎呀妈呀 哎呦你妈呀 这是咋的了 你们干啥呢 砸墙呢 砸谁家墙呢 攀长江啊 谁告诉你攀长江家呀 嘎嘎 谁告诉你这攀长江家呀 攀长江家在前面那个楼 这是我家 啊 2010年吉米唱着中国的人歌和京剧走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 获得了年度总决赛第六名的好成绩 也让观众记住了这位乌克兰小伙 在舞台上她说学逗唱样样得心应手 对演艺事业充满热情 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 吉米与孝星攀长江 以及来自俄罗斯的演员 组成了欢乐合唱团 在线经典 演绎了一个不一样的过河 哈拉你和哈拉少 哈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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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拉少什么意思 他就是给你问好 问好哈拉少 哈拉不少 哈拉不少什么意思 他说来到这里很高兴 这区别这么大的 愿意哈拉少不哈拉少 愿意哈不哈拉少 他说的我没听懂 我说他自己也不懂 你缺心眼啊 反正他也听不懂 你随便翻译几句不就完了吗 你当我缺心眼啊 你不就是潘叔吗 你戴个假发套 你也是潘长江啊 谁是你潘叔 您不是潘叔 潘长江 谁是潘长江 我告诉你 我是土生土长的俄罗斯歌唱家 他能证明 对啊 我们团长绝对是土利生土利长的歌唱家 我是地瓜呀 怎么说话呢 我跟你亲自介绍一下我自己 好 您的名字叫 我是俄罗斯的歌唱家 哦 我的名字叫 伊万诺维奇 蒙娜丽莎 潘长江四季 我从一回听说俄罗斯的名字 还有在蒙娜丽莎 那接下来你们有表演吗 当然了 好 那女士们 先生们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接下来拿出我们最热烈的掌声 让我们有请 远到从俄罗斯而来的著名音乐家 伊万诺维奇 蒙娜丽莎 还有潘长江的四季 一共同表演 有请 伊万诺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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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 整个地球 有几个太阳 一个太阳 那不能因为 意大利那边有太阳 我们俄罗斯就摸哼嘛 没毛病 对吧 所以您唱的是 俄罗斯的民歌 这边没太阳 明白了 明白了 什么叫这边没太阳 黑了八曲咱们唱吧 我不跟你扯了 我还要给大家 表演节目 下面接下来 由我的合作伙伴 为你们演唱一首 中国朋友非常熟悉的 一首老歌 歌曲的名字叫 卡丘莎 我会议订阅 我会议订阅 为什么到我这就没有音乐了 咱来一遍 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 停 为什么演唱这首歌 我一听这首歌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吐 这个不能怪我们 因为卡丘舍的速度 跟我喝太像了 你可以选择 稍微慢一点的歌曲 节奏慢一点的 对了 好 谢谢吉米 好 接下来 由我的合作伙伴 为你们送上一首 更为好听的歌曲 也是我们俄罗斯的歌 《红梅瓦尔凯》 《合作优优独播放》 为什么我一张嘴就出 《过河》这首歌 接下来我们要共同合作 为你们演唱一首 最新最新 保证你们谁也没看见过的 这首新歌 演员 这首新歌 《过河》这首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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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河《过河》这首新歌 《过河》这首新歌 《过河》这首新歌 《过河》这首新歌